在雲林那邊簽約說我們要五媒 這我就看看這個六個縣市 五媒的推展的進展 大家好 這裡是我展覽的現場 島嶼浮城已經在台中台北還有在中山大學 有進行了許多的巡迴展出 如果你在高雄對這樣子的一個內容感到興趣 歡迎你來到我們的展場 跟我們一起來了解PM2.5 跟我們生活之間的關係 23%這些營建工地盤最多 但是這個是最多的 那這個就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是台灣PM2.5的分布 那可以看到高雄這邊在2007 2009在全台灣 紅色就不好 最髒的地方就在這裡 今天有非常多學生來看展覽 這部作品是我的空氣污染系列作品的第二部 它並不是用Standmotion停格的沙動畫來呈現 它是以錄影的方式 所以在展覽裡面呢 這算是一個錄像作品 在這個作品當中我輸購了一個家庭 然而它代表了很多在六親底下的家 這裡有所謂的體驗區 在這個體驗區裡面 我們試著去把創作者 也就是我在做沙畫的現場再現出來 我們的主辦單位非常的用心 讓各位可以在這一些沙子當中去感受顆粒 去看到光線當中穿插的這些雜質 這才是真正要去讓大家感受的地方 太陽能板也是一個可以解決目前空氣污染一個很好的方式 當然大家會在意的就是電費會提高嗎 每個人都買得起太陽能板嗎 這一部動畫是用比較科普跟簡單易懂的方式來製作 可以幫助小朋友跟家長快速的對於PM2.5 有更正確的了解 空污活動的建議 這些風險 希望大家真的能夠把它記起來 陽光空氣水是我們人類活著最重要的元素 男性跟女性離愛的可能性還有區域分布 這些很資料性的東西 有些人真的沒有耐心看完 歡迎大家抽空來看我的作品